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我们讲《如意报藏论》 《如意报藏论》当中前面的七情世界已经讲完了 现在是七情世界的苦和乐的现象 这个是在这里专门讲一篇 其实这个很重要的 无光尊者的《如意报藏论》大家都知道 其实看起来都是比较简单的 但实际上这里面有很多新的知识 也有很多甚深的道理 我们以前不知道的有些道理也是在这里面讲得比较清楚 所以我们今天开始讲第七品 第七品是七情苦乐 按照麦芬仁波切的科判 七情苦乐的现象分三个方面 一个是以惩戒方式来虐索 还有广说这些七情苦乐的道理 还有最后讲以解说三苦来结为分三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是略说 略说是有一个多颂识 首先这么说的呢 他这里为什么讲七情苦乐呢 其实七世界实际上是依靠众生的各种各样的业力而显现的 那这样的话七世界和有情世界跟众生也有关系的 然后依靠它让众生也会得快乐和痛苦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宣说 七世界和有情世界的自信实际上是各式各样的 而且在世界当中所有众生的苦和乐 有些是纯苦的 有些是纯乐的 有些是苦和乐交替的 一会儿苦 一会儿乐就是种种的现象 这些种种现象实际上是在三三趣和三恶趣的 六道动生当中都有不同的感受 实际上这就是依靠业力而出现的 那具体来怎么样说呢 比如说我们天和人类大多数 尤其是天人大多数可能主要是天人 天人的话大多数他的感受是快乐为主的 痛苦有时有但是不明显的 比较睡眠的方式来存在的 我们人类的话苦也有 乐也有 但是苦是比较多的 乐比较少的 但苦和乐都是现行的 明显的 大家都知道我们快乐的时候也很明显的 痛苦的时候也是很明显的 然后恶趣众生 地狱 饿鬼 旁生的话 苦是大多数 应该是占得大多数的 而乐的话也有 当然可能地狱众生基本上没有乐 除了可能约住稍微停止他的工作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点安乐 这种快乐 但这种快乐可以说是具无尽有 绝对没有 但也有可能极少数的 当然我们看起来好像旁生 有些旁生可能痛苦也有 快乐也有 但实际上可能大多数都是痛苦的 我们看起来牛羊或者有一些虫物 好像是有吃有喝的 应该很快乐的 但实际上我们不知道他们心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所以也是痛苦是占多数的 而且不管是现行也好 还是睡眠的这些 所有的苦和乐 实际上是由混杂而存在的 或者交替而存在的 或者说是一个现行 一个睡眠 凡是我们自己的感受来讲 也是很容易吧 我们比如说 一会儿快乐比较明显 但是痛苦以睡眠 隐藏的方式存在的 有时候痛苦是比较明显的 这个快乐是隐藏的方式来存在的 不管怎么样 凡是所有的痛苦和快乐 依靠恶业 依靠善业 依靠杂业而出现的 纯粹是作恶的话 那他感受的完全是痛苦的 就像无间地狱和金刚地狱的一些感受一样的 如果我们纯粹是作一些善 那就像佛菩萨的安乐一样的 还有我们人世间当中 随福德分的善分 大多数都是趋入到善趣当中的 还有我们人生当中 苦和乐是交替而存在的 有些是一生当中 苦了不定 上半生是快乐的人 下半生是痛苦的人 上半生当中一会儿快乐 一会儿痛苦 比如说一年当中快乐 一年当中是痛苦 很多人自己复受自己人生的时候 我那一年是最痛苦的 我那一年是最快乐的 从那一年开始 我是痛苦的开始 从那一年开始 我是幸福的开始 每个人自己叙述的时候 也会有这样的 或者我们一天当中也有 上午是快乐的 下午是痛苦的 晚上是快乐的 上半也是痛苦的 下半也是快乐的等等 一天当中 我们不说一天当中 一个小时之内 一会儿快乐的 一会儿也是痛苦的 种种现象 那么这些全部依靠往昔的善业和恶业而导致的 这些相当于人类当中 很多人也是这样的 还有我们旁生也是一样的 包括牛羊这些 有些是很快乐的动物 最后一下子就变成了 一个特别痛苦的众生 这样一来我们都知道 整个世间当中的 所有的苦和乐 随着自己的业而产生的 但是我们要苦和乐 依靠自己的业而产生的话 很多人可能也是不知道的 有些不知道的 可能藏族人 我感觉上藏族人是 比如说我快乐的时候经常想 三宝的加持 我前世造的善业 所以我快乐的 然后痛苦的时候 我前世造的恶业 所以现在感受 很多人把这个来源 并不是推到别人的身上 或者外面的物质上面 应该是追究什么呢 追究自己的行为 这个是马法仁波切《君规教言论》当中也是有吧 愚者感受痛苦的时候 苦和乐的时候追顺外缘 一次产生各种趋势 然后有像海淘般贪嗔的心 愚者 智者的话 苦和乐就寻找自身 所以我想 我并不是说藏族人都是智者 但是从小都有这样一个 信仰的原因 很多人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第一个时间想 我因为前世造的恶业 或者今生自己不努力 这方面比较多一点 其他有些 包括其他一些民族 也许可能从小都是他的文化经营有关系 比如说我们电视里面 我以前看过一个比较长长的连续片 后来感觉到教育很重要的 所以当时很多的 比如说我今天不高兴 惩罚某个人 他们就想 惩罚的人说 应该是谁告状了 比如说皇上不高兴的话 谁去中间送离监狱 然后开始责归这个 责归那个 谁去告状 谁去对我怎么样 先找别人苦和乐 乐也是想 我以前作三十二道者的三宝加持 而我以前作恶业二道者的三宝加持 很多人都不这么想的 这些人是怎么想的呢 受到快乐的时候觉得 应该是自己的能力和愤怒而带来的 痛苦的时候可能是怪别人 应该怨天尤人 其实这是很不好的 原则上讲我们苦和乐 跟自己的行为和善恶业 有非常大的关系 当然有极少数的 暂时的外缘也起到作用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这样的业的话 外面的因缘也不会显现的 所以我们始终是责怪外境 而自己觉得没有这方面的事的话 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前面讲到 整个寂静世界当中的 所有的苦和乐跟业力有关系 经常学到这部论典的时候 大家以后应该不管遇到什么 先能不能想到 以前你的文化基因当中没有 都是怪别人 都是别他人 但是你现在开始想 我应该自身 前世造的 我有自身的问题 在自己上寻找的话 这是应该是最好的 这是第一个 还有在这个道理 稍微广说一点 善感善趣诸安乐 不善感诸恶趣苦 论凡苦乐见杂事物 来种种业所显现 他这个就是说 凡是我们行持善法 一定会是 土生到善趣 人间天界 天界当中有天人和阿修罗 其实阿修罗也是善业而干造的 不管是你转生到什么地方去 可能你因为以前造善业的缘故 你的整个相貌庄严 青春美满 风衣住世 包括你的全食 长寿 烧病 种种的快乐 就分支他了 所有的这些快乐 不兴奋也是自然而然显现的 所以我们现在稍微有一点权力的人 长得比较好看的人 身体比较健康的人 这些实际上应该是 并不是因为你这一辈子的勤奋努力 或者说这一辈子 父母带给你的一种 应该是你自己前世所造的一些业 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我们善举当中 种种的这些快乐 实际上跟我们前世的善业 有非常大的关系 如果我们造一些不善业 感受恶趣 地狱 饿鬼 旁生的痛苦 地狱 饿鬼 旁生的痛苦已经结束了以后 转生到任何一个地方 也感受种种的 比如说受到了损害 贫穷 还有你的忠心悲见 还有你的相貌丑陋 堕奔禅身 还有可能受到了 种种人对你的危害 心里面产生恐惧 忧郁 心情不好 甚至可能在生活当中 或者生生当中 遇到各种各样的 哪怕是你走路的时候 可能路上遇到一些经济 吃着你的脚 或者遇到很多恶狼 恶狗 恶人的攻击等等 世间当中所有的这些痛苦 其实也是依靠自己前世的恶业而造成的 如果我们的前世又造善业 又造恶业的话 那我们前面所讲的一样的 我感受的过一会儿快乐 一会儿痛苦 快乐当中痛苦 痛苦当中快乐 有些人是这样的嘛 比如说他一方面特别痛苦 生病一直很痛苦的 但另一方面他的福报 比如说他的金钱上没有什么问题 地位上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很多人也是恭敬的 他的苦和乐是同一个世间当中感受的 有些人心情很不好的 但条件很不超的 有些人条件特别差 但是心情很快乐的 我看有些乞丐的话 他就在那儿 春夏秋冬都是在街头 一直拼命地要饭 要到一点的时候 到了屋檐下去 自己唱歌 喝酒 特别开心的 也有啊 所以我们的业真的如果我们详细去看 详细去思维 我们自己的一生来讲也是有快乐的 有痛苦的 我们有些修行人讲 我怎么办呢 我修行一点都不好 确实一方面我们可能有前世的一种 深重的业力 修行一点都不好 但另一方面我们跟其他的世间人 一点都没有信仰的人 想比较起来 我们也有一种好的 至少对三宝有信心 或者自己在某种意义上取舍因果 所以我们的人生 为什么这么复杂呢 我们的业是很复杂的 我们造作的时候可能一会儿念经 一会儿生嗔恨心 一会儿去 以前藏地都是有这样的 专门偷盗的人 一边念二十亿度目 我们就在玛巴玛举玛拉雅香茶 一边偷东西去 他就这样的 听说我们不是现在 像红颜那边有些卖牦牛 他自己在大卡车的教舍台 拿个转经轮 一边念个咒语 后面装几十个牦牛 然后去到屠宰场 卖牦牛去 但是他一边就 马那巴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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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自己一边去屠宰场 一边做善事 一边造恶业 就这样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人生当中有时候有快乐 有痛苦 心情一会儿快乐 一会儿痛苦 或者说快乐的同时是痛苦 痛苦的同时是快乐 这种现象我们可以说是论凡苦路相照 在世间当中 各种各样的现象 这种现象就特别复杂 所以总的来讲 《东摩菩萨》在《中观宝门论》当中也是说过 说不善生诸苦 土生诸恶趣 然后善业生善趣 时时向快乐 时时向安乐 就是这样的 好像是有一个经叫做 《十护凡业》的《大忌悔正法经》 这里面也是说若作诸恶业 定会获得安乐的果 作诸不善者 作了很多不善的人 那么必得苦劳的果报也有这样的 所以以前《杂宝集经》里面是吧 有一个波斯利王的公主是不是金刚呢 凡是他长得特别特别 身上有十八种抽象 车卧的象 但实际上他是什么样的呢 以前他供养一个毒蛟还是什么的 当时他笑毒蛟 说你这个脸上 像皮肤和鱼皮一样 很难看 你的头发像马尾一样 但一方面他说这样的恶语 最后自己都长得很难看的 但另一方面他要供养毒蛟的原因 变成波斯利王的公主 所以有些人可能有些人 放牢面面都是很好的 但是因为即生当中自己造的业 将来不知道变成什么样 有些放牢面面都很不好 但是即生当中造的善业比较多 以后可能也会有好的转变吧 不管怎么样 所有众生的业力是不定的 因为所有众生的业力不定的话 我们感受的苦和乐也是不定的 将来很多人说 我将来要过着我幸福的生活 但是众生是被业飘荡的 就像一片落叶一样的 你想幸福的话 被业力吹风 业力的风吹着的话 你想可能快乐 想幸福 但是你真正能幸福的你有自己的控制权吗 不一定的 你的遥控器在业力的手里 并不是你自己的手里 如果我自己在手里的话 我以后这一辈子一定要过一个非常幸福的生活 永远都不会变的 但每个人的业力的遥控器 不在自己控制 应该是在业力他自己控制 他想干什么就想干什么 这个控制器跟我们以前的行为有关系的 所以一般有智慧的人以后为了 自他众生不受这种痛苦 现在在取舍因果方面非常的注意 所以以前很多大德经常做开示的时候 就会讲一定要小心翼翼 谨慎 佛说一切善根本为一乐 所有这些根本其实跟我们的心有关系的 但是心确实也是不好掌控的 有些可能我们的身体有时候是不好 比如说你心脏不好的人 肝脏不好的人 身脏不好的人可能生嗔恨心很容易的 你像这样的话 可能你整个四大对你控制的话 你自己也可能没有控制权 这个是可能身体方面也有关系的 让我们的心也受着前世的营业之牌 这样的话你也很难控制 所以我们某种因生看众生造业的时候 也不得不理解 可能有些人他故意造作 有些人他自己都不想造 不想做一个坏人 但是业力的力量是非常非常的强大 就像一个山沟里面出现一个利石流的话 那一些草木都没办法阻挡一样 它的力量是极其强大的 所以业力我们世间当中最可怕的应该是业力 因为业力面前谁都没办法去阻挡 去反抗 就没办法业所以很多人说 嗡巴子撒动业力先前 我当时自己都是不应该这么做的 但是确实业力先前 业力先前的这个词还是很有甚深的意义 不管是自己还是他人 真正业力先前的时候自己很难控制 原因也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经常这个业力真的不可思议 我们明明看到两兄弟 我以前讲过嘛 而且两兄弟或者三兄妹的话 实际上父母给他一模一样的教育和资产 但是最后他的生活 过得快乐和痛苦截然是不同的 这个是为什么如果真正跟我们的因缘有关系 他的环境也好或者他生长的地方都一模一样 父母和家人给他的资源是一模一样的 但自己的心态各方面可能一个是很贫穷的 一个是中等的一个是非常富有的 从财产方面讲也这样的 然后从感受方面讲一个是很快乐的 一个是苦乐不定的一个是特别痛苦的 有这个可能 所以我们可能学到这些以后 以后不管是自己过得幸福也好 痛苦也好 第一个要想到这个业力 业力的力量真的不可思议 我们怨天有的人是一般凡夫人习惯性的 会这样的因为他造成的因为这个是这样的 但实际上我真正痛苦的根源就是我的业 我如果是快乐的话 我们说是这样的 因为我的伴侣很好 因为我的环境很好 因为我的上师很好 但实际上跟你的善业有一定的关系 你这个快乐的话跟你的善业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你有了这样的善业 你遇到好的上师 遇到好的伴侣 遇到有好的资源 如果你这个善业没有 那你不可能 归根基地的话 害自己的也是自己 害你的也是你自己 帮助你的 或者让你开心快乐 也是你自己 应该这样的理解 下面按照麦彭仁波切科盘 这个是略说 我刚才略说的时候太广了 等一会可能 我不难想 在两节课把这一篇讲完 下面广说的时候就略说吧 我来 广说有上界的自信和愚界的自信 上界的自信 具快乐的道理 和不离痛苦的道理 两个方面 首先是如是禅天 无色戒 善去极乐之妓女 总有长寿诸诸诫 这个是这一段讲 具有上面的无色戒 还有色戒 四禅天 四禅天和四无色戒的话 他以前依靠善业 长期修灯词 布施 修禅定 这样的善业产生极乐的禅定 寂静和快乐的禅定 这样的天人 他有一定的福报 在色戒和无色戒 主要是快乐为主 然后他有长寿 有些八万岁 有些是半个中介 一个中介 有这样的长寿 那么这样的话 他的寿命没有佣金之前 一直是很快乐的 所以他依靠禅定 也是住在这样的世间当中 只是讲他具足快乐的道理 然后不离痛苦的道理 实际上他不像我们人间一样 上面的色戒和无色戒也没有特别好的机会继续造善业 然后这样的话 好像一个富贵的人 他没有经济心的收入 他原来的存款 一直永永永 到最后会佣金的 还有他前世的业力 种下来的很多不善的种子的得损没有斩断 我们《居士论论》里面讲得损 一般未来可以承受的 有一种能力 这个叫得损 他这样得损的种子没有斩断 这样的原因他后来会堕落 要会堕落的时候 他一看到 用天人的天眼通或者天人的神通 就可以看得到后世的下场 那这个时候他有恐惧 有害怕 有痛苦 然后这个也是对这些天戒来讲 也是特别的痛苦 这样一来 我们也知道 其实天人最后还是很可怕的 本身在有些论典当中讲 为什么是天戒当中 不管是亲友书 还是在其他龙猛菩萨的这些诸事当中讲到 一般是色戒和无色戒 大多数最后死的时候 堕入到地狱里面 为什么这样呢 在有些论典里面说 堕入地狱的原因 他一直禅定 禅定里面收心过来的时候 他的命马上种了 命马上养种的时候 他一看到自己堕落在这个 就是将来可能会堕落 这个时候对以前的 自己认为是自己解脱 这种道理产生邪见 因为邪见力导致他直接堕下去 所以有时候邪见确实是很可怕的 一旦产生邪见 他的果非常严重 法院诸礼 很多的论典当中 关于为什么商量界 大多数都是堕入杀恶趣的 尤其是堕入地狱的原因 也是说成邪见 所以我们人世间当中 也是对三宝起邪见 对上师起邪见 对自己的因果生邪见 像《前行》里面讲的一样 对这些产生邪见 那果报是很可怕的 马上要忏悔 立即要忏悔 要学会 我产生邪见不应该这样的 阿底下都是经常下来修曼茶忏悔的 我们也应该经常如果产生一些恶念 不好的邪见的时候 马上忏悔很重要 这是我们讲的商界 下面讲欲界 欲界也是有略说和广说 略说在颂词当中说 欲界可乐又苦乐又种种 欲界人世间前面也讲了 还有六个欲天界 那么他们的苦和乐也是各种各样的 怎么是各种各样呢 下面会广说的 那么这个按照科判里面 广说恶趣的苦乐 还有善趣的苦乐 首先恶趣的苦乐 具苦的道理和具乐的道理 分两个方面 首先是具苦的道理 地狱 饿鬼 旁生劫 各自不善 所生苦 汗 热 极壳 沙当等 难忍 长久 耳干瘦 这个是善恶趣 地狱的众生 因为众生与业力确实不同的 然后我们在前世 造的大品不善业 中品不善业 然后下品不善业的原因 分别堕入于地狱 饿鬼 旁生劫当中 那这所有的善恶趣 他们所感受的什么呢 比如说地狱 汗和热的痛苦 饿鬼 极寒脚迫 这个痛苦 有一些旁生 人们食用或者斩断他们的肢体 或者有各种兵器来殴打 损害 伤害等等 各种各样的 所以这些痛苦的来源是什么呢 我们要知道这是不善业 所以不善业确实也是很值得注意的 我们堕入善恶趣的话 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 自作其因 自受其果 因为自己造的因 自己感受的痛苦 这些善恶趣的痛苦 大家也是知道 地狱和饿鬼就像《亲友说》里面一样 我们通过画面 通过一些理论也是知道的 我们现在人世间看见的这些旁生 也是非常可怜的 他有时愚笨 有时互相造杀 互相吞噬 或者殴打等等 像饿鬼的感受 以前《佛经》里面不是讲的吗 有意思是诸心结 诸心结一二 他到饿鬼街的时候 有一个城市里面 他自己饿得不行了 他说是食物 他口里面直接说出来 要食品吃的东西 这个是成千上万的饿鬼 拥挤在他身边 然后他们就问 你不是说这个食物吗 在哪里 他说 我也不知道 我现在这里很饿 所有口里面自然说出一个食物 哇 他们说 我们在这里已经多少多少年 从来没有 不要说得到食物 连一个食物的名称都没有听说过 卓经济后来到一个地方去 一个城市里面 他当时口感都不行了 特别干咳咳 他说出了一个水 这个 这个是有成千上万的饿鬼 拥挤在他身边 说哪里有水 他说 我也没有看到 但是我特别口咳 所以我就自然而然说出水 然后这些饿鬼的众生说 我们在这里多少多少年 但是从来没有 不要说喝到水 连听都没有听到 所以现在有时候在人世间 我们再这么痛苦的话 我们又吃的又喝的 确实有些人关在监狱里面 或者有些人这样 暂时两三天给他不吃不喝的话 他们说出来以后 好像觉得我们人间就是天堂 就特别快乐 可以吃 可以喝 生活上有一些逼迫 在人世间来讲 现在我们是没有的 但是一旦有了 才知道我们现在拥有的快乐 其实在恶趣当中 有各种各样的痛苦 这个前面讲的是 具痛苦的道理 具乐 那么这些三恶道当中 包括这些三恶道 有没有这种快乐呢 他们也是有一点快乐 这个快乐在这里也有续说 他这里说 本身不管是人也好 非人也好 或者是人类和其他恶趣当中 不管是转生在那里 这种善和恶的果报 真的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如果我们造的有一些善 比如说相貌端严 或者心情悦意 还有比如说 饮食具足 包括他的美名鸳鸯 利益丰盛 权利先合等等 有很多很多的快乐 这个是从中的来讲 我们人世间当中 哪怕是爬山的时候 中间有一个阶梯 或者说太阳热的时候 有一瓶矿泉水 或者说天气比较冷的时候 下雨的时候有一把雨山等等 这些带来的快乐 跟自己所造的山有一定的关系 然后我们从善恶趣来讲 它们所拥有的一点一滴的快乐 也是跟前世的善业 有一定的关系 包括鬼的事等 就是恶鬼 像恶鬼得到一些事物 比如说有一些修行人 有一些出家人 他们就是念咒语 烧烟烟 或者做布施 经常念咒语 这个时候很多成千上万 哪怕是妥业 或者一些方便 这个时候念咒语 其实成千上万的恶鬼都得到利益 或者哪怕是地狱众生 旁生众生 他们也是遭受折磨的过程当中 偶尔他会 比如说地狱众生 偶尔好像愚族就不打你了 或者说 饵鬼众生 偶尔得到一点食物 唐僧也是偶尔得到一点快乐 这些也是跟你的善业有关系的 还有他主业变异 恶趣的话 他的主业也有变化的 以前那个也是乙尔 卓星戒 他的故事当中 他看到有一些众生晚上特别的痛苦 白天晚上是非常痛苦 白天快乐 那么这个什么呢 以前这个人白天不卸瘾 晚上卸瘾 但是因为他吃了白天不卸瘾的戒律 有些众生晚上快乐 白天痛苦 这个是屠夫 白天杀众生 晚上因为他要睡觉 不杀生 就这样 这些一样 昼夜都有变化 白天晚上都有变化的 还有一些 包括有一些 孤独地狱 龙雷也有白天晚上的变化 甚至可能有些众生上午下午 尤其是恶趣众生有上午下午的变化 有些偶尔遇到了一些因缘 痛苦比较微薄 比如说念经 回向 这样很多恶趣众生 他们本来在热杀当中痛苦 降下甘露的雨 或者他们得到这样的快乐 还有有些诸佛菩萨 比如说观音菩萨 《如意宝藏论》后面会讲的 《闻法品》里面会讲的 观音菩萨 文殊菩萨 还有释迦牟尼佛 通过他们的加持 放出光芒 窒息这些善恶趣当中的 有一些痛苦 这些也是有 虽然他们业力已经现前了 但是诸佛菩萨的加持 和咒语的加持是不可思议 所以我们一般每天都是 听闻佛法也好 或者说我们念诵后面的回向 或者用《传经论》念咒语 这个时候我们心里面想 我这次所作的这些善根 在天下有这么多的众生 感受地狱饿鬼的痛苦 但愿他们熄灭当时的痛苦 我们一边这样回向 诸余的能力不可思议 僧众的力量也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也会减轻他们的痛苦 他们也有具有快乐吧 但这个快乐可以说是具无尽有 最好不要转生到地狱 饿鬼 旁生当中去了 一旦转生 确实他们的感受大多数都是痛苦的 即使像云间的太阳一样 有一点点快乐 但是这个快乐很快就被其他的痛苦都已经遮住了 所以说 我们希望最好不要转生到这些恶趣当中 一旦转生以后 一入难出 以前禅师经常说 容易入这样的地方 造了一个恶业 一个嗔恨心就可以了 但是你从那里面出来很难的 现在有些监狱里面 关上去很容易的 他就一天犯那个错误 关进去了 关进去了以后 也许可能不判刑好几年了 像非洲的话 他从来没有 有些监狱里面 他没有判多少多少年 反正里面放在里面 就像牦牛一样放在里面 然后有些就死了 他飞出好多监狱 他没有念线 你是判无连的 判有期徒刑的 无期徒刑 我们去问的时候 他说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当时因为犯了错误就进来了 进来了以后 好像牦牛一样 他们也没有详细的等级 也有这样的 所以一旦入了这样的恶趣当中 可能很难解脱 接下来讲善趣的苦乐 善趣的苦乐它分为人和 非天和还有天人 那么人分为快乐和痛苦 首先这个快乐 论凡感受有业诚 好像这个是我们科盘的颂词当中 应该是人中也有受用处 可能到时候看一下 诈文 如果科盘 应该是这个颂词的开端 论凡感受 这个可能好一点 论凡感受有业诚 人中也有受用处 眷属名财长寿康 感受乐分种种香 这个指的是人世间的快乐 那是什么意思呢 人世间也有快乐 怎么快乐呢 因为前世的业力 有些是真是快乐的 有些是可能有轮番的 一会儿快乐 一会儿痛苦吧 快乐和痛苦在人类当中 也是交替出现 或者是你的相续当中交替出现 或者是世间不同的交替出现 今天快乐 明天不快乐 然后我都想去 一会儿快乐 一会儿痛苦 但是当你快乐的话 比如说我们在人世间 他的住处 受用 还有坐店 名声 财富 都非常圆满的 甚至可能他这里 处 受用 眷属 眷属也特别多 然后名声也好 财富也不错 健康等等 感受各种各样的 还有注释里面说 比如说你去别人请客 其实请客的话 别人是对别人的一个认可 他不一定 现在很多人都不一定确持的 但是我今天要请你吃个火锅的话 说明你还是有用的 别人觉得在他的世间当中 好像也有请客的意思吧 或者你得一些奖励 得一些礼物 得一些名称 人说明自己还是别人认可的 这是一种快乐 这是快乐 但是这些也是跟我们的善业有一定的关系 我们人世间很多的 哪怕是别人请你吃个火锅也好 赞叹一下 或者路边说你长得很好看啊 你身体很健康 最近你起色很不错啊 你的能力很不错 你的智慧还相当可以的 只不过到时考试的时候 会不会落下去了 不考试可不可以呢 平时考得很好的 最近一落千丈 又很痛苦啊等等 这些是我们感受 具足快乐的 麦彭仁波琪那个科判子 真的很细的 很好 下面讲 人世间具足痛苦的 这个是什么样呢 苦也有生老病死 情有别离愿争慧 求不得及 谁衰贫逼 不沾寒热即可等 具多种种难忍受 戒指缘指弥险业 这个是讲的痛苦 那我们人世间当中 实际上也有很多的痛苦 痛苦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平时所讲到 生老死病 爱别离苦 愿争慧苦 还有亲友已经离别了 钱已经没有了 名声也是已经没有了 别人也是开始不赞叹 身心都衰败 其实我刚才讲的 每个人心里真的要有种打算 你最坏的一个打算 比如说我最坏的 身体不好怎么办 最坏的 我这个名声不好怎么办 我最坏的 我已经离开我所喜欢的地方怎么办 我最快的 离开我所喜爱的人怎么办 我如果突然出现 我这个癌症晚期怎么办 我们平时生活当中难以想象的这些 这是一种修行 真的很需要这样的 我们苦乐转为道用也是很用嘛 人世间当中一定会有这些 有了这些 我们现在有些是已经结束不了了 崩溃了 已经天昏地暗或者云土转向 尤其是觉得整个世界都已经漆黑一片了 其实如果我们之前都是 心里有一种这方面的锻炼的话 即便遇到这些也不一定有特别大的痛苦 所以有寒热的痛苦也好 饥渴的痛苦也好 凡是我们人世间各种各样的 包括疲惫也好 浑尘也好 得犹豫症也好 工作不顺利也好 出现违远也好 其实我们每个人应该是 可能一段时间特别顺利 但是又开始不顺了 一段时间我个人前几年之前还可以的 后来因为种种一会儿不能离开 不能出国 一会儿这个事情 那个事情 外面的人也经常找 内面也是各种各样的事情 有时候人世间当中各种各样 但是自己之前都是心里有一种准备 我们随时都有最坏的一种事会出现 如果这样 一旦它出现的时候 至少也是比较熟悉 一旦比如说 网络上攻击你的话 这个是我以前都想回来这样的 然后身体在医院里面见着 说你已经得了癌症 我已经想过是这样的 然后别人说 你在这个地方不能一步一步离开的 哦 我是这样的 如果再稍微缠一点的 什么显现的话 哦 这个我心里有准备的 所以如果你心里有这样的话 当时遇到最坏 最平时难以接受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提前有准备 应该是很好的 不仅是思想上准备 还有在一些行为上也有准备 人世间谁都有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 每个人都是快快乐乐的 但实际上面对生活的时候 业力各自成熟 各自成熟的时候 肯定有种种情况 这个时候你看怎么办 你的父母离世伯 怎么办 亲朋好友离开怎么办 然后别人故意来敲诈你怎么办 故意来对你制造危害怎么办 那这个时候 平时世间人很难接受 但那样的时候 完全是可以的 这个时候你要想 这是我迷乱的业力显现了 就像佛经当中也是讲 业造种种如花式 《正法念处经》里面说的 有点点不同 我们这里说的 还有《正法念处经》里面说的 诸业之所作过于桥花式 业的所作已经过于山桥的花式 也有这样的 还有其他有些佛经当中 业如笔花式 山头柱形象 也有这样的 我们的业 什么都会化出来 你想 我今天突然遇到一个特别不好的事情 如果我修行稍微好一点 这就是我等待的业力显现 表面上看来可能这个是很难接受的 但实际上这个是我要接受 应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种打算 我们再讲一点吧 最好可能每天讲得多一点好 接下来我们讲飞天 飞天也讲痛苦和快乐 首先 痛苦的话 飞天自称天人佛 事故 心 凡 义不安 相互顺劳即粗暴 飞天的话 大家都知道 因为极度的业感召 他所有的这些 对天人 对三十三天和四大天王的这些富贵 产生嫉妒心 产生嗔恨心 然后去打仗 打仗的话往往都是失败 失败以后心烦意乱 然后他们阿修罗里面又不合 又要去打仗 打仗的时候很多人也心不满意 也有各种各样的痛苦 所以他的整个情绪特别的暴躁 所以现在很多人如果自己的嗔恨心很大 实际上跟前世的阿修罗和这种 嫉妒心有一定的关系 信心粗暴 这样的 下面讲阿修罗和飞天的快乐 华满丰富知灵缘 甘露 美 失落 晨气等 多乐 酒香 五颜走 他们阿修罗实际上也有快乐 刚才痛苦的同时 因为他前世的善业感召的阿修罗的境界当中 有各种各样的美妙的花园 还有银露宝珠的各种装饰品 然后甘露的饰品 还有层层叠叠的六个大象 菌 还有如意树 如意树当中也是出现各种财宝 衣服 树用等等 他们也会感受各种各样的快乐 而且这个世间也是特别的长久 但他们的缺点是什么呢 他们再怎么样感受快乐都不满足 不满足还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 阿修罗也是有这样的特点 其实阿修罗为什么他转生到山区呢 像阿修罗王有些佛经里面讲 他以前别人毁坏佛塔的时候保护过 但他自己心生嗔恨和嫉妒心 也没有对三宝的信心 但因为他的行为 他就转生到山区阿修罗王 也有这样的说法 实际上阿修罗是乐是比较多的 宿命也比较长的 但有些经里面说他的身色很难看 有些说神色是比较不错的 可能比人长得好一点的 但是他自己有些是 阿修罗还是有这样的特点 主要是《正法念处经》和《菩萨悲愿经》里面讲得比较广 然后我们再讲一个颂词 可能讲到今天的位置 然后下面是讲的天人 天人也讲众所和别所 众所的话 天人的痛苦和快乐分两个方面 他这里的天人露与天 他化天当六与天 乐多天赋心与矣 这个主要讲他们的快乐 从四大天王到他化自在天的六与天 实际上天人的 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天人的各种各样 包括他的环境 如意书 还有他的晨期 甘露美食等等 他们应该乐是比较多的 心情也是很快乐的 他们经常陶醉在天人的快乐当中 连给别人打招呼的时间都没有 天天的享受快乐 再加上是天然的 他的心情比我们人都很好的 我们人大多数都是天然的 自然的 心情不好 我看到好多 包括法师 我今天看算是我们这边修行境界比较高一点的 十几个看不看不开会 但是笑的时间很短的每个人都是好像很痛苦的样子 然后偶尔笑一笑 有些人是因为他的单位以前是比较辛苦的 然后患了比较轻松的总体上是比较开心的 平时不爱笑的也在笑出来 但大多数人都是好像这样的 所以我们可能包括法师们这样的话 他们的弟子们更不用说了 然后每个人都可能苦多乐少 刚才前面也讲了 天然是乐多苦少 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也不怪大家 这个不管怎么样 我们欲界当中是这样一个固定的模式 所以大多数人是痛苦的 这个也是正常的 苦财是人生 这事也是正常的 但是这里就是说天人是快乐的 天人的痛苦是什么样呢 虚弱梦行 其力去 死多痛苦 无有量 最后这些天人到一定的时候他也会死去 就像梦里面醒了一样的 天人所有的陶醉的快乐 最后从梦中醒来了一样 梦中醒来的话马上就没有了 这个时候他的天眼一看我马上要堕落 他马上堕落的话主要是 我看到很多经书里面他们的痛苦 尤其是天人的很多痛苦 十年的痛苦 因为以前很多天子有无数的天女 对他特别好的 一旦他要死的时候所有的这些天女离开他 并且他亲自看到的地方 他喜欢其他的天子去了 那个时候的痛苦 就像地狱的火 开始焚烧自己的身心一样 其实天人也有这样的痛苦 世间人经常也是有这样 十年所谓的一旦不喜欢了 悉心研究了 这个时候他很痛苦的 还有他以前是喜乐园 各种光明林 就各种各样好的环境里面 一看到他下意识的话 要么在厕所里面变成昆虫 或者变成猪圈里面的猪 或者地狱里面焚烧 这样的时候他就生不如死 特别的痛苦 一看他其实有时候天眼通也不太好 他的下场就看到 我们幸好是没有这个 我下一辈子变成什么的 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还快乐的 就像猴子的智慧被火燃烧起来了一样 我们都不知道也可能好一点 但天人最大的痛苦就是他的下势就马上看得出来 这个时候他就不习惯 以前是那么快乐的 一下子变成这样 他那个痛苦是特别特别严重 而且这个也是时间比较长大的 像信心修行和这些里面所讲的一样 所以这些苦乐也是在这里面讲得很清楚 当然我们的苦和乐主要是跟善和恶有关系的 我们这里可能没有讲世界上各个国家的苦乐 或者是东北人和南方人的痛苦 藏族人和其他民族的痛苦 没有这么讲 这是一个特别大的框架当中的六期的痛苦 和六期的快乐来分析的 今天讲到这里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